这是你从没有见过的生命形态 路角上真的长出了梅花的梅花路 海边的眼睛体换化成了水晶树 黑熊变成了长得骷髅头的巨型兽 人类尸体演变成诡异而美丽的壁画 这一切都真实地存在于这个诡异的光圈当中 这一切也都是来源于 这就是在14年星云奖上 打败了三体的硬科幻小说 遗落的南京所改编的电影《烟灭》 故事要从三年前的这个灯塔说起 一块天外陨石坠落在了南京海岸线的灯塔里 随后奇异的光圈迅速地蔓延开来 当地政府派遣了多支科考队伍前去调查 但全部都有去无回 光圈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所有 并且还在迅速地向外扩张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 丽娜的丈夫凯恩 也是之前前往光圈调查的士兵之一 毫无征兆出现在了家中才打破了这一定率 但此时的凯恩却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呆滞 木讷甚至是神情恍惚 不管丽娜问什么她都只有一句 不知道 唯一支撑她回来的只有对妻子对这个家模糊的印象 随后凯恩更是无故地口吐鲜血 南京的管理局收到消息后 立马赶来将丽娜和丈夫凯恩 紧急地带到了南京总部 经检查 凯恩已经因内脏多器官严重衰竭而濒临死亡了 丽娜也从心理学家文博士这里了解到 神秘的光圈 此时当局也决定再次派遣一支科考队伍进入光圈调查 丽娜这边得知消息后 主动提出加入队伍 因为她想要了解如何能够挽救冰死的丈夫 同时也是为了赎罪 就这样 一支完全由女性构成的科考队伍成型 心理学家文博士领队 带着沉稳冷静的地质学家 性格开朗的急救队员 作为生物学家的丽娜和内心孤僻的物理学家 一行人正式地进入到了光圈 可是当他们一睁眼醒过来 却诡异地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天 而他们完全没有这几天的任何记忆 物理学家接着又告诉了众人另一个坏消息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能够正常启动 但全都无法向光圈外发送任何信号 甚至连指南针都受到了莫名的干扰 还好地质学家了解如何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 秉承的想不通就不想的原则 他们决定继续地探索 众人来到了一处沼泽地 丽娜发现了这里的植物十分异常 明明不同的物种但是都长在同一根植株上 物理学家刚从小屋查探准备出来 就被突然出现的不知名生物再次传来 丽娜飞快地赶过去救援 幸好只是物理学家的背包被不明生物咬住 丽娜和其他赶来的队友合力将它拖了上来 刚来到岸边 惊魂未定的他们突然听到小屋传来动静 不明生物终于现出了原形 竟是一只体型庞大的白色鳄鱼 巨鳄似乎不打算放过他们 继续朝着岸边爬来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还好在关键时候 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的丽娜6 一缩子弹下去直接击杀了巨鳄 然而眼前的巨鳄比那些变异的植物更加诡异 她的嘴里竟然跨物种般地长出了鲨鱼的牙齿 看来离灯塔越近 这种诡异的变异就愈发的严重了 继续上路 他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基地 这里是光圈扩散前南境的总部 在这里 他们也看到了上一批近来调查的士兵所遗留的痕迹 领队心理学家发现了桌上的储存卡 当他们打开录像后 眼前诡异且恐怖的一幕让他们震惊 一名士兵在队友的默许同意下 用刀直接剖开了队友的肚子 而丽娜更是发现士兵竟然就是她的丈夫凯恩 但是保险起见她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更诡异的一幕是 蠕动的肠子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只能勉强安慰自己那只是光影作用造成的错觉 很快他们也找到了解剖士兵的房间 士兵的上半身像开花了一样 遍布了整个墙壁 像一幅美丽又致命的壁花艺术品 仔细看去又仿佛融合了各种真菌和植物 丽娜随即采集了一些样本 其他人害怕之下想要离开这里 但领队以时间太晚为由拒绝了 晚上丽娜研究采集到的样本 发现尸体样本的细胞竟然还是活的 而且还在继续分裂 这让她心里的疑惑更深了 睡不着的她找到了正在首页的心理学家 丽娜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她的丈夫为什么会自愿进入光圈 自愿参加这个类似自杀的任务 而心理学家告诉丽娜 自杀和自我毁灭是两个概念 所有人都包含自我毁灭的基因 就像是抽烟喝酒熬夜 人类会不自觉下意识地搞砸自己的身体 甚至是工作或者婚姻 听到这里丽娜终于明白了 原来丈夫凯恩早就发现了她出轨的事情 无法面对无法释怀之下 选择了接受探索光圈的自我毁灭的任务 这时附近突然有动静传来 动静也惊醒了休息的其他队友 当他们正在警戒时 地貌学家被不明生物袭击 伴随着她痛苦的惨叫声 不明生物叼着她一瞬间就失去了踪影 到了第二天 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了地貌学家遗落的一只鞋子 为了弄清真相也抱着一丝希望 丽娜选择独自一人继续搜寻 几番搜寻之下 遗憾的是地质学家已经遇难了 只留下了一具失去了生带的尸体 接着他们继续上路 又来到了一个已经荒芜的小镇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许多人形植物 物理学家这时也终于误了 原来光圈的作用不是平壁 而是折射 就好比是一面棱镜能够折射光线一样 但光圈却是能够折射任何东西 甚至是所有生物的DNA 这就代表着在光圈内所有生物的DNA都被打散重组 也就能解释那些奇异的真菌 眼前的人形植物 甚至是长着鲨鱼牙齿的鳄鱼了 到了晚上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丽娜取出自己的血液用显微镜观察 发现确实像物理学家所说的 她身体里已经被折射了其他生物的DNA 而且在迅速的变异扩散 突然急救员出现在她的身后直接打晕了她 丽娜醒来后发现他们三人都被急救员绑了起来 原来急救员也发现自己的指纹在不停的蠕动 恐惧和未知让她的精神崩溃了 她也从丽娜的吊坠里发现了凯恩就是她的丈夫 联想到凯恩在视频里的异常疯狂行为 她害怕丽娜也会重蹈覆辙 所以她准备先下手围墙干掉丽娜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死去的地质学家的呼救声 急救员激动地拿着枪就跑了出去 众人只听见一声野兽的吼叫声后就没了动静 紧接着一只猙獰的野兽 嘴角还滴着血一步步地走了进来 这是一头长着骷髅脸的黑熊 而且她的叫声 竟然是地质学家临死前的呼救声 这时黑熊锋利的牙齿已经咬住了物理学家的肩膀 还好受伤的急救员挣扎着走进来 被激怒的黑熊撞翻了其他人后 对着急救员就飞扑了过去 很快急救员也没了动静 黑熊转头又盯上了丽娜 正当她准备继续攻击的时候 挣脱下来的物理学家用力死 直接打穿了黑熊的脑袋 眨眼之间队伍只剩下了三人 领队心理学家没有犹豫 她准备独自一人连夜赶路前往灯塔了 因为身体的变异之下 她害怕继续耽误下去 到时候走到灯塔的她不一定就是她了 到了第二天 物理学家似乎也准备放弃了 因为她的手上开始长出了植物的枝芽 最后给丽娜留下了一眼后 没等丽娜反应过来 她就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当丽娜追来的时候 看到的只有无数的人形植物 而物理学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接近崩溃的丽娜只有独自上路了 穿过森林她终于看到了海岸线 又穿过海岩晶体变异长成的水晶般的大树 丽娜终于来到了最终的墓地地灯塔前 而灯塔门口整齐地摆放着 十个骷髅头和四副骨架 已经麻木的丽娜直接推开了灯塔的大门 她第一眼就看到了 不知是外星陨石还是生物撞击后的洞穴 接着又发现了旁边的一具尸体 正对着的还有一架摄影机 丽娜打开后 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凯恩临死前的流言 凯恩也受到了光圈的折射 她觉得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 她的每个细胞都有了单独的意识 无法承受之下的她 直接引爆了一颗灵弹自我毁灭了 接着又一道身影走进了录像里 或许都在这个洞穴里 她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来到洞穴内的丽娜也看到了先赶来的心理学家 只是心理学家诡异的没有脸了 可当丽娜叫住她回头时 她又恢复了原本的面貌 很难说她还是不是作为人类的她了 心理学家告诉丽娜她找到了真相 而真相在她的体内 但她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似乎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要 最后说完湮灭两个字后 心理学家身体开始分解了 丽娜看着她变成了无数的闪光碎片 接着这些碎片又重新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团能量体 而这就是光圈的源头 光圈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 丽娜被光圈吸引不自觉的靠近 甚至都没发现自己的一滴血液 被吸入到了光圈内 随后血液迅速的开始分裂 一眨眼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 诡异的人形生物 丽娜此时也清醒了 她直接拿着枪扫射 但诡异生物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看着她一步步的靠近 恐惧之下的丽娜迅速跑出了洞穴 可是刚爬出洞穴 诡异生物又闪现在她的面前 而且她似乎还在模仿着丽娜的动作 丽娜刚拿起摄影架想要攻击她 但诡异生物动作更快 反击之下一拳将丽娜打倒在地 接着又继续模仿丽娜躺了下来 艰难爬起来的丽娜 看着诡异生物还在模仿着她 丽娜瞬间有了主意 她小心翼翼地掏出凯恩背包里剩余的灵弹 放在了诡异生物的手上 果然模仿她动作的生物直接接了过去 诡异生物似乎完成了模仿复制 此时她完全变成了丽娜的样子 顾不上惊讶的丽娜直接扯掉了拉环 趁着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迅速地跑了出去 随后灵弹爆炸引起的火焰 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很快整个灯塔甚至是洞穴都被燃烧带进了 随之倒下的还有光圈里的一切变异物种 光圈也在此时慢慢消散 丽娜回到了南京基地 告诉了所有人她知道的一切 但是没人发现她手上诡异多出来的一个纹身 而她被水杯折射的影子也是完全相反的 最后 丽娜的丈夫也随着光圈的消失而痊愈清醒了过来 接着凯恩反问丽娜还是她吗 而丽娜没有回答 但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 各自的眼里都闪出了奇异的光芒 看到这里的你们 觉得她还是她吗 而光圈生物的真实目的又究竟是什么 怎么能ров送 terminology revolt 参猎 戻 Magaz